第八題 主彎在生日當天收到一件神秘的生日禮物 但是他必須根據好朋友們提供給他的提示 拆對物品名稱才能拆開禮物 海民 再生纖維 濟炎 吸水性加 加以 易染色 心童 耐酸鹼 夢庭人造師 根據上述好朋友們的提示 下列哪一件物品最可能是主彎收到的生日禮物 我們看到孟庭說是人造師 所以就表示選項不可能是A也不可能是B 這兩個都是天然的纖維 只可能是C跟豬 然後我們又看到了他是人造師吸水性加易染色 老師上課的時候講過雷銀呢 他本身吸水性加容易染色跟洗激但是 不耐拉扯 所以我們可以看出來應該是豬選項的 藍牙披風100%雷銀做的 事實上呢 我們這裡說的再生纖維 老師上課也只教過一種再生纖維 就是雷銀 所以第八題問我們說 下列哪一件物品 最可能是主彎收到的生日禮物 我們答案選的是豬 藍牙披風 100%雷銀 是豬選擇的 是豬選擇的